没想到啊,鲍2A8与挑战者3还没服役呢,防御就已经升级了,在生产期间就加装战利品系统,这种模式比坦克完成后再额外安装的效果更好,不会增加很大的重量,问题来了,战利品系统真的有那么好用吗?鲍2A8与挑战者3到底有多强? 就装备数量来看,战利品已经成为西方坦克专用的主动防御系统,截止2023年,以色列的梅卡网4坦克与磁虎部战车厂都已经装备战利品系统,总数量超过千套,还有美制M1A2,德国的鲍2A7,韩国出售挪威的K2N0坦克都用了战利品系统,最近以色列拉费尔公司还表示,战利品再获重要合约, 鲍2A8与挑战者3还没造出来呢,就要加装战利品系统,其中德国123辆鲍2A8,挪威53辆鲍2A8都会在生产期间就加装战利品系统,英国这边拉费尔已经完成了与挑战者3第二阶段的整合,在2022年的实弹测试期间拦截了超过90%的威胁物,这就有一个问题,主动防御系统真的有那么好吗? 答案是肯定的,美军用了都说好,2018年美军在波兰参加军刀出击18军事演习,在演习中,美国的M1A2配合战役品,对摄像器的48枚反坦克武器进行了拦截,并且全数拦截成功, 坦克安装主动防御系统算是一个发展趋势,这也没办法,能敲烂坦克装甲的手段越来越多,单兵都能笑着胡坦克脸,别说其他车在机载武器了,而且坦克也没办法通过增加装甲厚度,或者采用新型装甲材料来增强自己的防护, 毕竟坦克重量机动力成本也是要考虑的问题,整体战斗力不能降,而主动防御系统可以在不增加太多重量的情况下,增加坦克的防护,就比如战力品系统,可以通过发射小型弹药摧毁来袭导弹,细说的话,战力品系统由雷达和发射装置组成,AESA风E雷达安装在坦克的前后左右,用于探测可能对其产生威胁的目标, 确定威胁之后,拦截器就会指向目标,发射三枚小型弹药摧毁来袭导弹,当然了,都已经是AESA雷达了,自然也能为车组人员提供战场情报,甚至是通过计算向车组人员提供射击者的位置,效果毋庸置疑,要不然美军也不会给M1坦克采购,不过战力品也有缺点,例如无法拦截穿甲弹,外路的AESA雷达与被弹装填机构,容易被破片损, 后期加装的话体积也比较大,就比如M1A2坦克,为了安装战力品系统,增加了炮塔平衡配重,重量增加了2到3吨,不过对于鲍2A8与挑战者3,这种在生产期间就加装战力品的坦克来说,重量不会增加太多,那么鲍2A8与挑战者3的性能如何,二惹谁更强一点? 不得不说,最近德国坦克的出镜率是真的高,推出了两款第四代坦克,莱茵金属公司的KF-51黑豹,德法合作研制的EMBT坦克,只是这两款坦克性能虽好,但研发生产,列装周期较长,短期内没办法转化为战斗力,于是德国就在现有坦克的基础上,融合部分第四代坦克的技术,推出了鲍2A8。 鲍2A8是基于鲍2A7HU设计制造,详细情况德国也没有暴露太多,但是根据公开资料显示,鲍2A8的防护动力都比之前更强,其配备采用高强度钢污合金以及复合填充物,组成的第三代复合装甲,同时还打算在炮弹与底盘增加被动装甲,以应对地雷和弓顶式反坦克武器。 当然,战力品系统也不能少,除了硬杀伤系统外,鲍2A8还安装了德国亨索尔特公司生产的MUSS主动防护系统,可以为车组人员提供预警。 还有一个可以306度旋转的钉箱干扰器和多组干扰弹发射器。 与相控阵雷达相比,MUSS是无源探测器,不容易被敌方电子侦察设备发现,对于采用激光制导的导弹,有很强的制约作用。 这一套操作下来,鲍2A8的战场生存能力直接拉满。 火力方面,鲍2A8并没有太大的升级,依旧是鲍2A7使用的L55型滑膛炮,不过升级了火控系统,还配备了先进的态势感知以及通信系统。 而且鲍2A7 HU用的就是RS4防御者双向稳定遥控武器站,鲍2A8大概率也会用遥控炮打。 同时,鲍2A8围绕新的北约通用车辆架构标准,设计了全车数字结构。 坦克上的多种传感器、显控端和武器系统都能集成到数字架构上,可支持人工智能系统介入,形成互操作网络。 说人话就是,通用性更强,电子水平更高,为了给坦克的电力提供临时保障,还打算安装一个功率为20千瓦的辅助动力装置,加装了一大堆东西,自然要升级动力系统。 鲍2A8的发动机功率从1500马力提升到1600马力。 听说新型发动机还突破一系列关键技术,比如系统集成技术,智能化管理技术等等。 传动装置则是传统的机械综合传动系统,这样成本更低。 可以确定的是,鲍2A8的防护、机动以及信息战能力要比鲍2A7高上一个台阶,而且销量也不用愁。 俄乌战争打到现在,欧洲部分国家的坦克库存已经不足,甚至低于所规定的最低标准,现在急需补充新型坦克。 德国推出鲍2A8也是为了弥补鲍2A6的空缺,而且鲍2A8在展览会亮相后,就有不少国家表示有购买意向。 相比较鲍2A8,挑战者3的性能就有些一言难尽。 按照英国的说法,挑战者3将成为北约最强坦克,只是那80吨重的体重很难让火力军认可。 就纸面数据来看,挑战者3的性能还不错,德国的火炮发动机加上法国的火控系统,英国的车体,就凑成了一辆挑战者3。 不过挑战者3不是一款重新设计的坦克,只是在挑战者2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范围的升级改造,所以也能将其看作挑战者2家。 其保留了挑战者2的车体构造,但更换了新的炮塔,更强大的引擎,先进了感应器和瞄准系统,以及更好的防护。 最有意思的就是火力,挑战者3彻底放弃了祖传的线堂炮,而是采用德智豹2同款的L55A1坦克炮。 而且,蓝印金属还给挑战者3,配备了DM11,可编程高爆破甲弹等多款弹药,火力性能大大提升。 如果英国陆军之后有进一步的需求,RBS2公司也能给挑战者3换上130毫米滑糖炮。 火控则是换成了法国新一代泰雷兹数字化火控系统。 有一个自动目标探测和跟踪系统,探测识别和跟踪目标的方式与智能手机进行人脸识别和自动对焦大致相似。 而且,泰雷兹系统还能按照威胁程度对目标进行排序,可以自行决定先打谁后打谁,炮塔也有升级。 原挑战者2型坦克的炮塔直接被扔了,升级后的坦克将配备由蓝印金属开发的数字化多功能炮塔。 在防护方面,挑战者3加装了模块化装甲和主动防御系统,挑战者2上面是没有主动防御系统的。 就现在的战场环境来看,这就是妥妥的送人头。 俄乌战场上,战损的挑战者2就是证据。 于是,英国在挑战者3上面加装了以色列的战力品系统,增加坦克的生存能力。 动力系统也有所改动,但是很明显也不够用。 发动机从1200马力的伯金斯换成了德国MTO公司的1500马力柴油机,悬挂改装为第三代空气悬挂。 最后就是信息作战能力。 挑战者可以整合所有领域的信息,并且连接到战斗旅的其他车辆,实现跨域的数据共享,以实现信息优势。 现代战争打的就是信息差,这点火力军已经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 北约那边的坦克基本上都能做到,就以伤性能来看,挑战者3其实还不错,但如果问二者谁更强,火力军肯定会选择爆2A8。 虽然挑战者3比现役的挑战者2更智能化,作战能力也更强,但不断加装功能板块也让自重持续飙升。 一款80吨重的主战坦克能否拥有足够出色的机动作战能力,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就跟火力军最开始说的那样,挑战者3的重量会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动力不达标。 虽然挑战者3更换了1500马力的发动机,但坦克本身的重量也增加了不少。 战力品系统、模块化装甲等算一起之后,总重量能达到80吨,偏偏发动机升级的幅度并不高,机动性在未来很难保证,而且跟其他坦克差的有点多。 相比之下,德国鲍尔A6坦克自重62吨多点,发动机功率1500马力,美国M12 SIP坦克自重为71吨左右,发动机功率也是1500马力。 蓝银金属公司KF-51重量59吨,俄罗斯的T-14阿玛塔更轻,自重仅为49吨,发动机功率依然是1500马力。 所以,挑战者三,就算是采用1500马力的发动机,在机动性方面也很难与那些重量更轻的坦克较量。 而且,别人家的坦克都是重量下调,从70吨左右回归到50到60吨的区间,提高战略性机动部署性。 阿玛塔MIX都是将车重控制在了50吨左右,德法的EMBT2.0也只有60吨左右,挑战者三唯一的优势或许就是防护。 提升重量总是能提供生存空间,这种劈后的坦克更适合在城市进行攻坚战,但是在纵身穿插作战时的效能不够。 而且,火力军总感觉挑战者三的防护力不如鲍2A8,现在的战场环境已经不是谁的装甲后谁赢,而是比谁的主动防御更强。 这点鲍2A8更好,除了二者都有的战力品系统,鲍2A8还安装了MUSS,一种软杀伤的主动防御系统。 至于火力,二者都一样,而且现在坦克炮用的也不多,不如无人机好用。 所以,四代坦克基本上都有发射巡飞弹的能力,比如KF-51,在炮塔后面设置了两个可以升降的倾斜发射架,用来发射Hero 120巡飞弹。 坦克炮说是没有比较的必要,所以如果让火力军在二者中挑一个,那只能是鲍2A8,挑战者三当前的性能着实有点偏刻。 总的来说,鲍2A8与挑战者三加装战力品,算是迎合战场需求。 不过,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安装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主动防御系统或许成为坦克标配?这样看的话,好像美国有点吃亏了。 现在提起主动防御系统,美国这种科技怪物反而名气不大。 当然,不是说美国没有,而是性能不能让美军满意。 美军之前想为斯特赖克安装一种主动防御系统,测试过美国阿蒂斯公司开发的铁幕,但是因为性能不够好,被淘汰了。 当然,这也不能怪美国军工企业,美国之前没有配备弹道拦截型主动防御系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需求不是很大。 美国虽然参加了很多局部战争,但对手实力一般,无法对美军的坦克装甲车辆造成很大的威胁。 现有的防护手段,在强度不是很大的战争中已经够用了。 加上之前,主动防御系统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美国对它的信任度也不高,所以一直没用主动防御系统。 现在的话,美军有这个需求,穿上雨衣再打上雨伞,花钱不是很多还能更好的防雨,何乐而不为。 而且,战力品系统的性能也不错,要不然鲍尔A8与挑战者3也不会选它,美国自然也不用再研发新的系统了,于是就成了现在的局面。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鲍尔A8与挑战者3谁更强,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各位也可以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